政治新闻要为您报道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ECFA的协议文本 并且在傍晚五点多送到了立法院审查 但是对于到底要如何审查 不但超越党团的意见对立 连立法院长王金平也跟马英九总统有不同的看法 他并不同意ECFA可以比照条约 禁赴二度 周四上午的行政院会正式通过江城会谈签署的两项协议文本 并在周四下班前送到立法院 希望立院能尽快召开临时会审议ECFA 但是该如何审查 府院态度一致 认为应该比较条约 请国会完成禁赴二度包裹审查 牵动了 他就整个就废掉了 所以立法院是有权否决他 但是不能够逐条或者去修改他任何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意思 大概我只能讲说他长得像条约 我不能说他是条约 不过立法院长王金平罕见的杠上马总统不同意府院定调的ECFA比照条约说法 两岸签署的东西里面什么东西可以准用什么 那准用什么那个就是有法律依据 那现在我们准备来处理这些都没有法律依据 所以这个要怎么做反正这超约大家有公事就好 而为了立法院即将审议ECFA民进党中午也扩大召开ECFA因应小组会议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批评 马总统说ECFA比照条约案的说法只是要逃避国会监督 如果他认为是条约的话那换句话说 这个我们跟中国的关系是一个国家与国家的关系 那如果他要这样讲我倒是欢迎 但是他这样讲他的目的其实是要回避立法院 对于ECFA的实质的审查 那这个目的他的这个动心情练就不太对了 民进党ECFA因应小组也决议将要求立法院临时会 要先通过两岸协议处理条例 并成立ECFA调阅委员会与两岸事务监督小组 来监督审议未来的两岸协议 如果国民党要强行表决 民进党表明将不惜一战 记者综合报道